前不久刚播出完的《沿喜攻略》 还在娱乐不断 相信大家对其中很多片段都记忆深刻 尤其是复查皇后自杀坠楼 那一段更是本居的一个高潮 戏中秦岚饰演了皇后痛失三子 悲痛欲绝 最后跳楼自尽 赚取了多少观众的眼泪 小谷也是被虐的肝疼 其中不知有谁注意到 那皇后赤足登城楼时 特意给了很多脚步特席 来凸显人物万念与灰 不顾一切的心情 这种拍摄手法 被许多影视剧所使用 让小谷印象最深的 还是在之前热播的电视剧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钟艳蜜饰演的速速 照出仙台那一段 凄美的场景 加上配乐深深打动了 无数观众的心 这里同样给出了 一小段脚步特写 这一段当时还被许多网友剪出 纷纷称赞杨蜜的美足 让我们再次欣赏一下吧 看来一个好的电视剧 细节处理是非常重要的 一起期待今后更多精彩 NAD影视剧优秀作品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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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